我并不期待活在50年以后的那个时代 某个疯子会得到原子弹 然后彻底毁灭世界 我想未来会非常无聊 我想未来会非常无趣 我不认为这会很好 1966年BBC采访了几个孩子 问题是 在你们眼里 2000年以后的未来世界将会是什么样子呢 于是孩子们如是说 令人匪夷所思的是 56年前的孩子们面对BBC镜头的回答 在56年后的今天竟然鬼使神差般的 有的已经全部实现 有的正在不如实现 那么这群孩子是谁 他们又是如何能够预知56年后的今天的呢 观点看地走近神奇 这里是信不信有你 大家好 我是李明 时间回到1966年的一天 BBC明天的世界节目对来自马尔堡学院罗迪恩和齐彭纳姆学校的学生进行了依次别开生命的采访 让他们预测2000年的生活会是什么样子 采访结束后 记者们对采访进行了剪辑 并在1966年12月28日播出了这部纪录片 到了2019年 有媒体翻出这部古老的BBC系录片 将其中对明日世界预测的片段剪辑成了大约6分钟的合集 po到了西方网上 人们对这些学生的准确预测感到非常震惊 于是影片迅速在网上疯传 引发了西方网友的广泛分析评论和热议 这些预测与其说是令人震惊 不如说是令人感到不寒而栗 因为青天人类世界的现状 几乎被56年前的这些孩子们全部说中了 从纪录片中 我们可以看到 这些孩子和普通孩子并无特别之处 那么问题来了 他们是谁 凭借什么预测到了几十年后今天的状况了呢 今天我们就来先看看 他们对未来的预测到底都是些什么 再来一起寻找这毛骨悚然的预测背后的真相 参与节目采访的孩子中 预测最准确之一的是一个男孩 他说 羊牛牲畜都被关在炮台里 不准在牧场上吃草 一起被关在厂房里 这是一个极为真实准确的预测 一位西方网友说 关于动物被推入建筑物 并人工饲养的故事 太真实了 也太悲伤了 这个预测并非是孩子的盲目预测 其实英国农民周刊曾经报道过 早在1960年代工业化农场就已经出现了 到了今天一个工业化农场饲养的鸡可以达到数千只只多 到了2000年以后的今天 根据英国卫报的报道 从2011年到2017年 大型工业化的农场就增加了26% 其中至少有4万只鸡 2000头猪 或者是750头母猪 另一位西方网友说 正如这些孩子们所说的 1960年代的资本家都在如鸡似渴地记录着 他们是如何毁灭这个世界的 转基因食品已经成为今天食品的常态 尽管并非所有的人都参与其中 但是根据全球数据平台Statista的说法 直到2018年 美国消费者才开始避免食用转基因食品 主要原因是出于健康考虑 可见56年前的孩子 对电气化农业和技术在未来的兴起和担忧 其先见之明真的是令人惊讶 更令人惊讶的是 今天所爆发的战争 以及即将爆发的核战争的毁灭危险 也在孩子们的预测之中 第一个谈到核战争的孩子 是一个圆脸的男孩 他说 好吧 所有这些原子弹会围绕一个地方头下 有一个会在市中心附近 像是炸了一个巨大的大雨石坑一样 整个世界都会融化 世界会成为一个巨大的原子弹爆炸 就像是超级星星爆炸一样 一个长脸男孩接着说 某个疯子会得到原子弹 然后彻底会回世界 炸的这个世界什么都不胜 一个留着短发的女孩说 我们无法阻止 拥有原子弹的人会更多更多 总有一天有人会用它 一个卷发男孩说 所有的人造卫星都会上天 有些会对气候产生影响 海平面会上升 可能会覆盖英格兰 英国只剩下一些岛屿 例如只剩下高地和苏格兰 英格兰和威尔市的一些大洋山丘 英格兰不会被吞没 有些地方海坛太高 不过海平面可能会上升 大约500到600公尺 一个扎着辫子的金发女孩 接着说到了极端气候的影响 她说由于太阳可能燃烧殆尽 会带来冰冻期 会有一个冰盖从北极移出 覆盖整个地球 出现另一个冰河时代 她还预测了人口过剩和战争 她说人口会变得极为稠密 会有战争以及核爆炸等等一切 地球上将会有太多的辐射 气温会极高 人类无法生存 未来的地球上不会存在生命 接下来一个男孩说 未来会出现子龙化 人们会因此而失业 人口中多 我认为必须对此采取一些措施 如果我不能成为一个生物学家 就要对人口问题做点什么 缓解这个难题 这将是我想做的事情 尽管我并不知道怎么做 一位留着刘海的女孩说 未来人们将无法住在普通的房子里 因为这会占用太多空间 他们必须住在公寓里 一个个的堆在一起 这些房子会相当小 而且很拥挤 关于失业的问题 56年前的孩子们的预测 与我在2022下半年 小人物大人物生死节那期节目中 厄运先知的预测几乎是一模一样的 住房问题也是毋庸置疑的 关于人口问题 我在上帝之手炸了美国巨石镇 那期节目中也有讲到 而关于辐射的问题 我在3036人类将消失 那期节目中也有讲到 诡异的是 这期节目中 未来人塞巴斯迪安和56年前 纪录片中的英国孩子 对于核辐射的预测 以及核辐射带来的地球生态净毁 竟然是惊人的相似 不 是惊人的一样 这不能不令人感到惊惧 目前俄乌战争还在继续 台海局势更是一触即发 有一位西方朋友对我说 俄乌战争已经拉开了 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序幕 这真的令人感到害怕 如果台海战争爆发 第三次世界大战真的就来临了 不过这些都还是 眼尖为实的对人类的威胁 还有一个对人类的威胁 虽然也能眼见 却是难以察觉的 谈到人口失业问题的男孩 谈到了未来会实现自动化 大量的失业人口 也是因此而产生的 那个预测电气化养殖的男孩说 由于自动化的出现 未来的人会成为一种统计数据的存在 而不是真实的人的存在 一个激发齐刘海的女孩说 她对未来不抱什么希望 而且自动化也并不好 到处都是机器 为你做所有的事情 这会很无聊 前面谈原子弹女孩在此发言说 计算机将接管人类 由于计算机和自动化 到了2000年后将不会有足够的工作档位 仅剩的工作档位都是给那些 能够使用计算机的高智商的人 其他的人就失业了 最后一个孩子说 我并不期待活在50年以后的那个时代 世界在现在就变得如此的可怕 更不用说50年后将会如何了 西方网友们对这些孩子们 关于未来的预测感到万分惊讶 一位网友认为 他们预测的正是今天的飞行汽车 机器人以及Starlink 还有一位朋友说 他们说的就是人口过剩 气候变化和核战争呀 还有网友说 我真的被吓坏了 其中一些准确的可怕 这些在1960年代 仅有十几岁的孩子们 为什么能如此准确的预知未来 而且准到可怕呢 他们到底是谁 美国量子催眠大师 杜罗利斯·肯南 是史上唯一一位量子催眠大师 我曾做过几集有关他的节目 在他44年的催眠工作中 他做了大量的催眠案例记录 经历了无数次的神奇 并从这些量子催眠案例中 获得了诸多人类未解之谜的答案 于是他将这些案例记录写成了书 并出版了 其中有一本叫做 《三波志愿者与新地球》 这本书讲到 地球上不少人是上界的神仙 志愿来到低维度的地球转世投胎 目的有两个 一个是来改变地球的能量 以避免发生大灾难 一个是提升人类的能量 好让我们能与地球一起提升至下一个次元 这些宇宙上界的神灵 分成了三波志愿者来到了地球 第一波志愿者来到地球投胎的时间 大约在1940年至1950年代初 也就是在这个时间段出生在地球 第二波志愿者大约出生于1980年代 现在大约在30或30多岁的样子 第三波志愿者是新小孩 有许多人现在正值青少年阶段 BBC纪录片中给出准确预言的孩子们 在1966年的时候 正值14至16岁之间 如果以此倒推出他们出生的时间 大约就是在1950年代初期了 那么我们是否可以大胆地推测一下 这些被BBC采访的孩子们 有没有可能就是第一批到下界来地球投胎的神灵呢 不然他们何来如此惊人的预测能力 预言之准确竟然能与当今的预言家比肩而立呢 欢迎大家留言讨论 好了我是李明 这里是信不信由你 分享视角 共享资讯 与您一起看世界 欢迎大家留言提问 也可以告诉我您想听的话题 谢谢您的收看 咱们下次再见